雪中旱刀行第五十六回 这无灵素抬头望向窗外似有暴雨的古怪天色 不想往来 你错了 青阳宫若想壮大便绕不过人途身后北梁三十万的铁骑 为父送你一句话 如果徐凤年侥幸不死 真做了梁王给他做狗都无妨 可若徐霄除了意外 或者徐霄老子这位世子殿下却没那个命 徐家到头来分崩离析 你大可以痛打落水狗 为父已经挑了几本珍贵秘籍 明天由你送去 到了京城 与那帮皇亲国戚 越是诉说世子殿下跋扈损得 徐凤年越是高兴 咱们青阳宫与北梁王府这份香火情 才算是真正结实了 你真以为朝廷里那些 使出吃奶劲头破口谩骂大祝国的文人世子 都是与北梁王为敌的清流忠臣 错了 真要是私底下顺藤摸挂下去 难保不是大祝国的门生故隶 只不过这档子在根上就糜烂不甘的破事 没谁愿意计较 便是权柄在手的首府张巨鹿 也顾不过来 这便是庙堂经纬的可笑可悲 满朝文武几人中几人间 太平盛世哪分得清啊 唯有乱世离输了春秋大夜的西楚冬月 这几个败王邦国 才让世人看清了真面目啊 吴世珍轻声说道 父亲若失去参政 一定能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 不比那张手府差 吴灵素伸手点了点儿子笑道 忘了你这马屁功夫谁教你的 就无需用在为父身上了 到了京城 有的是你大展身手的机会 吴世珍望向窗外 他轻声说 说实话 真是嫉妒徐凤年 那被他带上山的一百北梁清击 明显要骁勇善战 远胜用周甲氏 这才一百人 北梁号称铁机三十万 如果要是造反 这吴灵素皱眉呵斥道 几声 吴世珍笑道 随口说说 我知道轻重 却说当年呢 北梁王妃身边的富甲女币 摘下面甲后出人意料 做成了女贯道姑 不光替清城王补权了这神霄领宝经 还创了名声显赫的神霄见证 婢女尚且如此 那亲临春秋国战的王妃 当年又是何等的风采啊 却看那赵羽台轻声呢喃道 来来来 是听谁在敲美人鼓 吴家有女穿稿素 来来来 是看谁是人间人徒 徐子王岐在逐鹿 世子殿下 这词曲都好 听闻二郡主当年 在武当山给真武大帝雕像 刻下了发配三千里的字样 唯有这般女子 才能写出如此荡人心魄的北梁歌啊 可在奴婢看来 二郡主更像大将军 殿下才像小姐 若是不学刀 而是学剑 那更好了 女婢在山上守墓十数年 就等这一天了 奴婢守着大梁龙雀 总是不甘心 殿下 明日下山 把小姐当年 让天下英雄低头的配剑 带走吧 在这儿 埋没了大梁龙雀 小姐对奴婢说过 以后 殿下若是遇上了 恰巧席剑的好女人 就当是一件聘礼 可惜小姐 无法亲手送出了 徐凤年轻声道 好 我带走大梁龙雀 姑姑 可凤年不敢保证 能遇到如娘亲一般的女子 吃不定 一辈子都送不出去了 赵玉台伸手摸了摸 徐凤年的下巴 当年那粉雕玉镯的小少爷 都有扎手的胡茬了 他的神情是发自肺腑的和蔼 哪有半点面对 无灵素 无事 真父子时的桀骜粗鲁啊 他愣愣的看着徐凤年 就像看着至亲的晚辈 孩子总算是长大了 出息了 长辈自然满眼都是自豪和欣慰 这赵玉台 他缓缓的说 无情人看似无情 反而最稚情 哪家女子能被殿下喜欢相忠 那是天大的福气 这点殿下与大将军一模一样 女婢只希望 殿下早些遇到那个她 早些成家立业 相濡以沫 莫要去相望于江湖庙堂 小姐说 五道天道 最后不过都是一个情字 人若无情 何来大道可言呢 逃不过竹篮打水捞月 因此道门才有一人得道 鸡犬升天的说法 而佛门 许多菩萨发宏愿 也是悲天悯人 殿下 相比你的胸有鸿沟 奴婢更喜欢殿下 对老梦头小山楂 这些无名小卒的念旧 徐凤年感慨道 可这些 迎不来北梁的军心呢 赵玉台 机遇心中十多年的 玉琦一扫而空 破天荒的打去玩笑道 等殿下去了北梁边境 与大将军那样亲身的征战 一切自然水到渠成 听说二郡主 反感你练刀 殿下可要撑住 不能改变初衷 好男儿不能亲自提兵杀人 不像话 奴婢这辈子最大的指望 便是等着看 殿下提兵百万 立马北忙 将那个王朝 给荡平了 徐凤年做了个鬼脸 他一脸为难的说 谷谷 踏平王朝这活 忒技术了 再说万一成功了 也没人肯给打赏了 说不定皇帝陛下 就更惦念着 我们徐家的香火和尸断了 无意间提起这个 赵玉台一脸的阴郁力气 语气却是平静 掏着一股子 与他剑术万分匹配的 消杀锐气 他红着眼睛凄凉的说 天下出定 小姐怀上殿下刚六月 老皇帝一听 经纬数相师 说小姐有望生子 便迫不及待的 要泄沫杀侣 那一战 小姐瞒着大将军 独人独剑赴皇宫 面对 纸玄境三人和天象境一人 虽然小姐攻城而退 却落下了无法痊愈的病根 入北梁才几年安稳 便 徐凤年 木然望向对面的听灯亭 山巅没来由的 咒语倾泻 暴雨过后 云雾缭绕 千灯万灯亮起 亭中徐凤年 赵玉台 与始终站在亭外的 青鸟三人 恍若置身于天庭仙境 青城山中 传来一阵野兽的嘶吼声 鼓荡不绝于耳 徐凤年惊讶道 姑姑 这也是 赵玉台微笑 青城山中 有一头活了几百年的异兽 名虎魁 有年独角四爪 成年双脚六足 遍体漆黑鳞甲 一旦发怒 便通体赤红 这一头成年 母虎魁 原本只在人际罕至的 深山蛰伏 但怀伤了幼魁 胃口爆炸 近两年来啊 便离青阳风 有些近了 奴婢曾带剑前往 异渡真戎 虎魁凶悍无比 尤其是怀孕在身 更加的凶残暴狠 奴婢的青钢剑 被他咬断 还奈何不了他 他也奈何不了奴婢 几次交锋 都没有结果 后来奴婢便任由 他在青阳风附近 徘徊觅食 根据古史记载 易兽虎魁 怀胎须三年 分娩 大概就在最近时分了 赵玉台听着 连绵不绝的吼叫 他疑了一声 疑惑道 这虎魁 似乎是遇见了 旗鼓相当的对手 青城山 还有能与他 对敌的人或者兽 徐凤年 一头的雾水 当晚 徐凤年回房后 仍然听见两种 截然不同的嘶吼声 直到深夜 才淡去 第二天 徐凤年下山 手中捧着一格 红漆剑侠 侠中有大梁龙雀 青城王 吴灵素 亲自送行至 祝贺亭 吴世珍 毕恭毕敬 双手奉上秘籍三本 钟楼内 站立着 青城女冠 赵玉台 这位富甲女婢 很想知道 以后谁会来 为小姐最心疼的 小凤年 去持那大梁龙雀剑 去敲那美人骨 到了雄州 离京城便不远了 本朝六位 宗氏藩王皆有封地 除了从小 憎恶兵戈杀伐的 淮南王赵英 五个藩王 皆有大小 不等的兵权 最少啊 也是镇守一周 如那靖安王赵衡 焦东王赵志 狼牙王赵傲 还有两位呢 则更是手握重兵 目前身在西楚旧都 大凤凰城内的 广陵王 掌管着 原先西楚王朝 一半的辽阔疆土 这些年致力于 镇压不断反弹的叛乱 凶名昭彰 那屯兵于 旧南唐国境上的 燕辣王 无须多说 麾下兵强马壮 肖降如云 一直在跟北梁铁 竞争那 甲雄天下的名号 当年顾见 唐大将军 被赵进京之后 可谓是彻底的 卸甲下马 净乎 独身入京师 解散旧部 大多在这两位 强势的藩王手中 春秋国战的硝烟 尚未散尽 天下出定 以宗室几大亲王 平番设计 是明智之举 举朝上下 对此并无意义 唯独 异姓王的徐霄 惹来 朝也非议 当年除了 顾建堂 有望坐镇边疆 文臣谋士 更多的是 想让 骁勇不输徐霄的 燕辣王 遗失北梁 只是最终 尘埃落定 顾建堂 与燕辣王 都没能 带兵赴北 虽说 藩王大权显赫 可一部 宗藩法力 却对这些 宗室的亲王呢 有诸多的禁锢 越是离京城进的 藩王 越是严格 例如 那熊州的 淮南王赵英 两辽的 焦东王赵志 这两位藩王 宗室 动辄得救 王子 王孙 被废为数人的 不在少数 向那燕辣王 按照宗藩的规矩 不得轻易入京 连先皇去世啊 当今天子 都以祖训 不得为的理由 对要求入京的 燕辣王 加以拒绝 传言这位藩王 面北摇摇祭拜 以至于 吐血昏厥 数月卧榻不紧 一片是赤子孝心 让原先对这位 桀骜暴力的藩王 印象十分糟糕的 北方世子 纷纷是扼腕痛惜啊 熊州 麻孤城 周末次都 以赶文官武将 都出城三十里 阵仗浩大 只为迎接 一位陆经熊州的人物 淮南王赵英 并未出城 按照宗藩法律 规定着 藩王不得擅自离开封地 即便是出城 醒目上坟 或者是出城 踏春狩猎 也要向周末 带游京城上奏 得到亲准 方可出行 否则呀 一周官员 都要受到重责牵连 焦东王 曾以身释法 导致 锦州周末 被罢官到底 次都等一众武将 调离两辽 官阶是连将两级 发配南国边境 归燕 拉王管辖 而宗藩法律 第一条则是 两王不得相见 这淮南王赵英 速来以 循规 岛俱 著称 世事不敢逾越 宗室法力 雷迟半步 偶有 子孙 违规被罚 温温尔雅的 淮南王 也从不出声 福祸相依呀 赵英 成了 进京面圣 次数最多的藩王 赏赐颇丰 十数位 当年都曾在江湖上 声名赫赫的 北梁鹰犬 环绕着一辆马车 其中便有 当年一刀 披下紫金山山庄 庄主头颅的 范振海 有老一辈 武道宗师 枪先王秀的 同门师弟 韩劳山 有满身毒气 号称 破禁金刚进高手的 独眼龙 杨春廷 三百重甲铁骑 更是提升如雷 雄舟舟目 姚白峰 与所有人 一同是 敬畏作医 那帘子 并未掀开 更没有人走出车厢 只是传来沙哑的声音 入城 竟然 无人敢于 流露丝毫 愤懑神色 要知道 姚白峰 可是北地 三州世子的 领袖人物 更是雄州 豪华姚氏的当家 当年首府张巨鹿 还是大黄门时 便多次向 姚州墓 请教学问 姚氏族族五代人 据是首屈一指的 理学大家 姚门武雄 从率先提出 见闻得性 到 格物治和 再到 祭物穷礼 一脉相承 与南方上音学宫的 珠门理学 并称是 辅国双魁 南北 焦香辉映 一直被历代帝王 是青睐器重 姚白峰 一生致力于 将家学演化为国学 门声遍天下 如此超然地位 此时却依然对着马车上 那名都不肯露面的 五福低头了 怪不得 理学大家 没有骨气呀 天下十大 高门豪族 被这位人徒 剔除大半 谁不怕呀 何况他六十岁 高龄 那小妾 清流世子 只当作一桩 道德文章 得了言如欲的美谈 这人徒 却直言不讳 骂他老不正经 姚大家听后气得是闭门谢客半年 直到门声高徒劝慰 才重新讲学 马骨城内 淮南王赵英赤足不竖发 乱发披肩 驱散了奴婢 独自站在小谢中饮酒 喃喃自语是有些疯癫 临近城门呢 被骂做老匹夫的北梁王 微微驼背掀开帘子 他侧脸望向一把年纪的姚白峰问道 姓姚的老不正经的 找英人呢 身上无肉 起码尤其酸疼的姚白峰 无奈的说 回禀王爷 按照我朝祖训 淮南王不当与你相见 正是北梁王取消的家伙 他眯着眼睛 呕了一声 马车经过马孤城 中轴大道 所有人皆是跪地不起 不敢抬头 只是啊 那每隔一小段路程 便有喝声响起 不绝于耳 让姚白峰这群官员 一阵阵的头皮发麻 金州十八老子营 青山营 部族朱镇 参见大将军 辽西天官营 旗族宋公 参见大将军 琵琶营攻守 龚团康 参见大将军 此时啊 姚白峰等人 都不由自主地 记起那首 黄黄北梁 震灵歌的 末尾词句 着实是气焰下人呢 徐霄 生当世人节 徐霄 死意做鬼雄 孝去丰都 昭旧部 惊奇百万 斩炎王 一路无话 咱们长话短说 帝都 泰安城 清晨时分 天灰蒙蒙的 官道上三百铁骑 急奔而来 尘土飞扬 京城 疯传那北梁王 徐霄即将入城 天下唯一一座人口 达到百万的 巨城一时间是 云一波鬼 城内主轴道上的高楼 都被各色人物占满 只求一睹 徐大驻国的真面目 即便见不着 看看这车马阵仗 也是心满意足了 清流世子焦躁 江湖武夫不安 达官显贵喧闹 听闻呢 有十数位 大小黄门准备啊 连魅拦车 去冒死怒斥那人徒 荼毒生灵 去骂其毁掉天下 大半读书种子 更传言呢 有无数准备 当道刺杀的武林好汉 连说书先生们 都在各大茶楼 不约而同的 老调重谈 说起了春秋乱战 城内无数 这枝丫上 响起了刺耳的缠鸣 泰安城城门 有四孔 城门内外 闲杂人等 都被城门 较为早早肃尽 当渐行渐进的 马队踩踏着 比蝉鸣 震而百倍的轰鸣 当城门 以及城墙上众人 看到一杆 星红醒目的 徐子王旗 本是清新的清晨 顿时 窒息起来 尘埃落定 这城门外 来了两个行人 其中一位 老僧人呢 身穿黑衣 三角眼 相貌正宁 形如一头衰老的病虎 只是神情淡漠 另一位 驼背微瘸 穿着寻常 富家翁的装束 抬头望了一眼 城墙 他微微一笑 与身旁黑衣老僧 以及一些 晨起做生意的 范夫走卒 一起啊 由侧孔 走过城门 偶有 注目的视线 都放在了老僧身上 尾时是 黑衣僧这番相貌 不像是个 慈悲心肠的出家人 只不过 年迈苍老 行人呢 只是多看了两眼 便不再上心 至于老僧身边的老人 那更是不惹人注意啊 泰安城是天下首善之城 连这项末市井里的小市民 都自称见识过某某大将军 某某大学士 谁乐意瞅一个驼背的老头啊 穿过城门侧口 傅家翁与黑衣老僧缓步前行 这傅家翁 副手于身后 他甘笑着说 阳头捷 顶唑鹏啊 京城百万人 可就你一个 是我朋友 枯搞老僧 轻轻的说 你若不摸我脑袋 我便是你的朋友 傅家翁嘴上说着 那儿能 哪儿能 都说这世上 有两样东西 摸不得 老虎屁股摸不得 还有就是 你这扬太岁的脑袋 摸不得了 可话是这么说 他却毫不客气的伸手去摸老僧的光头 这老僧也不阻拦 只是叹气 傅家翁摸了摸黑衣老僧的光头 他哈哈大笑 黑衣老僧一脸淡然 这颗脑袋呀 齐玄珍当年倒是也摸过 然后他的莲花顶就塌了一半 这黑衣老僧是谁呀 姓杨明太岁 生于冬月顶尖士族杨氏 他自幼好学是博学百家 十三岁替发出家 通读儒氏道三教典籍 尤其擅长阴阳术术 虽是僧侣 却师从清虚公道士 学习道门方术以及兵家学说 二十四岁游历龙火山 被大真人齐玄珍面向以后一番呵斥 这杨太岁不怒烦喜 后被举荐入京侍奉太子 在位已故皇太后永送祈福 主持皇家永福寺 辅佐先皇问鼎江山 期间收大内聚换庶人 做菩萨戒弟子 天下大定 洗穿黑衣的老僧 婉拒国师头衔 在永福寺前心钻研佛法 早已与家族是断绝关系 更与当朝权贵 没有丝毫的牵连 当年西磊陛下 他曾力劝徐霄不杀朔儒 方小离最终无果 传言呢 他与徐霄割袍断交 近十年呢 感慨禅门法统混乱 宗旨不清 辩创 向元说 著八宗元义 辟望旧掠经等 唯独不参与任何佛门争辩 自号 不僧争老人 有辅国建业之功 却甘于寂寞 只是担当太子太孙等龙子龙孙的辅毒 三年前呢 辞去永福寺主持 与皇宫 主禄僧 独行大江南北 神龙剑手不见尾 今日出现在泰安城 为的只是护送北梁王进京 不过仁徒徐霄见到黑老僧后啊 执意要步行入城 才出现这一幕 这徐霄与他并肩前行 行往宫门 一身傅家翁打扮的徐霄 双手插在袖子里边 在京城主轴道上 闲停信步 他笑呵呵的说 杨太岁啊 听说你收了个闭关弟子 跑去上金学宫 我可事先说好 玩闹归玩闹 真惹出大事 到时候 你我都别插手护肚子 还有啊 福将红甲人 是你徒弟使唤去的吧 下不为例 我很好奇 这当年福将红甲人 早已被你的菩萨界弟子 寒雕四卸甲扒皮 怎么这会儿就多出了 五句福将红甲 你这老秃驴 做的什么阴险打算呢 咋的 还跟我闹别扭 你这小肚鸡肠的 跟娘们一样 不就是当年没答应你 不杀那六百兰号的读书人吗 不是咱们两个十几年换命的交警 说不要 就他娘不要了 黑一僧人古板说道 都不关我的事情 徐霄眯眼打量着多年不见 有些陌生的京城气象 他撇嘴说道 给我透个底儿 那小子是不是那位私生子啊 要不然 他哪能从寒雕四手里 得到福将红甲 又哪能让寒雕四这只人貌 低眉顺眼 当个奴 老僧皱眉 这本就凶神苦相 欲发的正领 不怒自危 行走于人山人海的闹市 但在老僧的带路下 无人可以靠近他和徐霄身边 如划鱼 鱿鱼水草 这徐霄笑着说 秃驴不承认 我可就当得着答案了 黑一老僧依然不解释 不辩驳 心如古井步波 徐霄打趣说 杨太岁呀杨太岁 有些时候啊 还挺佩服你 半君如半虎 你只要再活个二三十年 便有望 辅龙三朝 个个都乐意把你当作菩萨 再瞧瞧龙虎山 为了巩固国师地位 无所不用其极啊 有个老家伙拼去两家 自养手不要 连逆天改命都用上了 你呢 啥都不做 整天吃斋念佛 闲境成门了 就出去走走 这才是他娘的神仙过的日子 兔驴 什么时候 去见见我长子凤年 他跟我不一样 信佛 说不定啊 你们谈的来 这老僧摇了头 轻声提醒道 到了 道路尽头 可见正南皇城大门 当朝暗律十日一早朝 只是早朝一始 徐霄来的稍晚了 门外只停有 车马加奴 见不到任何一位朝廷显贵 这扇皇城第一门 三缺 巨炎重极 左右各有白玉师下马背一顿 门上挂有开国大学士所书的砍联衣服 日月光明 山河雄壮 这门北左右廊房啊 一百一十间 号称千步廊 连延通缉 拱卫宝盒殿 这宝盒殿呢 也就是百姓嘴中的金鸾殿 这黑衣老僧杨太岁叹气道 你就这般衣着去上朝 徐霄笑道 我去马车上换身衣裳 在北梁没机会穿 这些年呢 养尊除幽 胖了许多 不知道何事不何事 如果穿不下 可麻烦了 老僧一脸罕见的 头疼无奈的表情 这徐霄呢 哈哈大笑 走向一辆 只剩几位王府贴身护从的马车 王旗麾下的铁骑 自然不能带到这皇城根下面来 否则那成何体统啊 这黑衣杨太岁呢 没动身 依然站在门外摆杖处 神情消速 当年 他还是个求功求名的僧人 徐霄便已带着六百黑甲闯出锦州 他为先皇出谋划策 徐霄呢 为先皇做先锋 一文一武 相得一张 那时候啊 先皇视他们二人如左膀右臂 曾在那扇大门里一同爬上饱和店饮酒 月下意义起谈论天下事 徐霄读书不多 总会被他们逼着吟诗 粗糙俗气次次都被笑话 醉酒以后呢 便肆意的横躺 谁斩着谁的胳膊呢 都无所谓了 最后一次相聚呢 是徐霄灭西楚 回京授封大驻国 只是互相言语 再无当年的肆无忌惮 从那以后啊 他便不再参政 只谈禅与诗 再之后 他被先皇授意 与徐霄喝一场离别酒 这才使得那位亲戚女子 独自入宫 一见白山 那以后 他便再无颜面 去见徐霄了 这徐霄离马车没多远 一辆马车却奔驰而来 驾车马服一头的寒水 徐霄白手 示意枪先枉袖的 同门师弟韩劳山 不要上心 侧身堪堪躲过 两匹高头大马的马蹄 只是示意 一位王府豢养的高人 去车内拿一件 早就准备好的外袍 准备穿好之后呢 入宫早朝 真是应了那句话了 马善被人骑 人善被人骑 徐霄对于马车冲撞 没有介意 那权贵府邸出来的马夫 却拳着驼背的老头 碍眼碍事 当做是朝廷里 哪位官员的 不长眼的家奴了 车内主子 本就是因为身体有样 耽误了早朝时间 一路催促的厉害 连累他挨骂无数 我心情当然是糟糕透顶 一怒之下 杨鞭就要砸人 徐霄笑了一下 他没任何动作 韩劳山便伸手抓过马鞭 把这马夫一把就扯了下来 一脚踏在胸口 咔嚓一声 直接踩断了两根肋骨 马车上走下一位身穿 四品云雁文官巢服的中年儒士 见到家仆惨遭横祸 勃然大怒 再看那老头面生的狠 他也顾不得斯文破口大骂 大体是在怒斥 谁家的下人胆敢在皇城外 骄横行凶 指着徐霄鼻子 要他抱上府上官员的名号 等会上朝 那就要亲口向皇帝陛下谈和 气焰熊熊 这位儒士身居四品 与周牧同见 太子左庶子 让人眼红的东宫清贵位置 这还不止啊 他父亲刘宾忠 那是东阁大学士两朝的重镇 本朝文官这权贵极点 那就是三殿三阁 东阁虽说是位居莫尾 但三殿三阁并未受满 加上五英殿文华殿文渊阁 总共有四个 这刘宾忠呢 身为四人之一 可谓荣贵非凡 加上他哥哥流体人是银青光路大夫 父子三人同朝为官 传为美谈 若非如此 他也不敢随便在皇城门外放话 要谈何 毕竟能够参与早朝的官员呢 都不是寻常的人物 徐霄啊 看着这位四品太子左庶子在那 唾沫横飞 他一笑置之 一名护从拿着包裹 跃下马车 解开后 露出了巢幅的一角 那刘家儒官瞥了一眼 下意识愣了一愣 眼前这老头还是当官的不成吗 可文官武将没听说过 有这等样式的官服啊 这天底下呀 官服远比这府邸的规模 要更不得见用 一旦被揭发坐实 那便是入狱发配的下场 当包裹彻底打开 姓刘的东宫左树子便彻底瞪在眼珠子了 蟒袍 那是一件蓝断平金绣五爪的蟒 蟒衣 自古便是龙象之福 与九五之尊所欲龙袍相效 但简须一爪 与龙袍一般绣江崖海水 本朝名言 唯有亲王可绣九莽五爪 唯有皇族可用明黄金黄以及杏黄颜色 龙莽有弯立水直立水 立卧三江水立卧五江水 全卧水五种姿势 哪一级该用哪一种姿势又有严格的规定 又一样全卧水最尊 欲为团龙 这姓刘的眼睁睁看着老头在下人服饰下穿上蟒袍 他咽了口口水 团龙蟒衣 全卧水的 九龙五爪啊 那甚至比大将军顾建堂还要多出一招来 蓝大断治地 这说明并非是皇室宗亲 是异姓王 掰开手指头算一算吧 王朝里边有几位异姓王啊 那老头披上王朝上下只此一件的蟒袍 摆明了是要上朝的架势 更有甚者除了穿上这一袭可怕的蟒衣 他还接过了一柄刀 谁可以配刀上朝啊 姓刘的他就算是个白痴 也知道眼前这老头是谁了 北梁王徐霄 脱背老头穿上华贵扎眼的蟒衣之后 配上北梁刀 静止走向了皇城南门 再看这位左竖子 普通一声就跪在地上 再没上朝的想法了 在那玩了命的磕头 这石板上都磕出了一滩子血迹 却说着一身蟒袍的徐霄走入皇城 城门孔洞啊 有些昏暗 走出以后 人途遮了遮何须的阳光 眯着眼睛遥望向那座大殿 身前身后 两排轿位齐齐跪地 太监一个个如临大敌 依次扯开嗓门就喊道 北梁王上殿 北梁王上殿 这位驮背的老人 微瘸着缓形 似乎一点儿 不顾及那边有皇帝陛下 有首府张巨鹿 有大将军顾建堂 有满朝文武在苦苦的等候 他莫数着部署 终于拾接而上 回望城门一眼 他笑了笑 自言自语道 老了 听众朋友 欢迎您收听 由大斌为您播讲的 雪中汗刀行第一部 西北有除凤 今天呢 第一部就完全为您播讲完了 接下来呢 将由大斌继续为您播讲 雪中汗刀行第二部 白马出凉舟 这吴家剑种 当代天才吴六鼎 天下第十一的王明寅 全新的五行斧甲 再次的出手 芦苇荡中杀鸡四起 那北梁世子 怎么去渡过难关呢 老剑神 能否两袖青蛇开天门 青鸟出枪 可否刹那制敌 少女杀手呵呵 她的手刀到底要斩向何人呢 春神狐心定情才女 芦苇荡掠走静安王妃 小泥人江泥 又成了欢喜冤家 大丫鬟青鸟 能否是舍身相救 那本书的女主 到底又是谁呢 谁才是这个金玉其中的世子 心中之人呢 出路石牛之气的北梁世子 如何在武道和庙堂之中 是厮杀过关 斩将成王 为守中原大帝的西北门户 能否在他的手中 坚如铁城 且由大宾带领您 且看着刀光剑影中低血的北梁王世子徐凤年的手 他怎么给自己拼出一个滔天的气焰 江湖而郎 江湖死 快一恩仇 快一消 欲知 雪中汗刀行第二步 白马出梁舟 咱们下回接着说 听众朋友 你也可以加入大宾小说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DBXD981 添加关注 了解更多新书内容 也可以加入呢 大宾的听友群 136-932-738 136-932-738 与众多的听友啊 品书聊天 游戏互动 感谢您的支持 雪中汗刀行 第58回 欲王则停 能不杀则不杀 这是国事李一山送来的第一个锦囊 其实啊 徐凤年本就没有要与青阳公 你死我亡的念头 武灵宿被封为清城王 若真杀了他 别说是徐凤年这个世子殿下 便是徐骁都要被召唤入京 承担天子之怒 徐凤年自嘲是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 众人呢 却不敢打 那么徐骁 大概就是一头过街老虎 连喊打的好汉都少有 赵姑姑说 猛虎打盹 睁眼便杀人 可没了三十万铁骑 徐凤年还是很担心徐骁会吃亏 尤其是在四面楚歌的京师重地 徐骁顾得上 不仅顾建堂这个救院无数的春秋名将 在那一意待劳 还有入阁坐相的张巨鹿 这位被政敌骂作 钱刚独断的张首甫 更是与徐骁在辽东风雷结下心仇 旧恨则是恩师周太傅 因徐他驻国郁郁而中 满朝文武那些个 与先前几大高门豪法 有着各种联姻的权贵 哪一个在家中没有听烦了 亲亲的叫苦叫怨呢 一头没了爪牙的年迈老虎 单独入了牢笼 还能杀人吗 徐凤年将藏有大梁龙雀的 红匣子交给青鸟 令其将大梁龙雀 与三本青阳宫珍贵秘籍 一起放入车厢 世子坐于马上 回望了几眼青阳风 山巅道观飞檐的景象 面无表情 对因为与雀尔离别在即 而恋恋不舍的俞又威说道 送雀尔小山楂回去后啊 你就别再骑马了 去车上带着 俞又威魂不守舍 看了看天真烂漫的雀尔 在一脸祈求的望向世子殿下 而徐凤年只是铁石心肠的摇摇头 离了青阳风 徐凤年让这小山楂啊 去旅前堂马上 换雀尔坐上了书修的马背 牵马而行的徐凤年 抬头看着两个眼角湿润的孩子 他微笑着说 我就不送你们了啊 带我跟这老梦头 刘罗威杆子 孔瘸子这些个老家伙 告别一声 我与青阳宫的那些个神仙说过 你们接不开锅的时候啊 就可以跟他们赦账 都记我头上便是了 不过可别成天就大鱼大肉的 小心我可不替你们还账 到时候那雀尔被掳去当道姑 那我可管不起 雀尔哭了起来 徐凤年走进几步 看见少女手中啊 紧紧攥着一片树叶 约门是本想将那首小摇 吹哨子给她听 徐凤年笑而不语 用手指翘起了鼻子 朝她做了一个 不服世子尊贵身份的猪头鬼脸 引得小妮子破提而笑 抱着雀尔的书修 一时间的神情古怪 这小山楂呀 更难此气概一些 转头她揉了揉眼睛 挤出笑脸说 徐凤年 你记得早点回来看我们 要不 雀尔以后要被哪位年轻书生 给拐骗了去 我可不拦着 徐凤年拿着袖东刀翘 敲了敲少年的脑袋 不许乌鸦嘴啊 这徐凤年敲完了小山楂 稍稍用力敲在骏马身上 吕前堂书修见机 趁势加了加马赋 两马四人入了一条密林小道 传来了去而送别的悠扬哨音 青鸟微笑闭眼 他知道 这是世子殿下最拿手的春神瑶 徐凤年望着背影 将坐骑交给杨清风去使 他独自坐入一辆 跟青阳宫要来的宽敞马车 盘膝而坐 以武当玉柱玄妙口诀 揉合四千言参同气 轻缓吐吶 契机遍布全身翘穴 外境内动一刻不鲜 天下武学都是逆水行舟的苦命行的 以北梁王府作例吧 虽有一座宝山武库 可在徐凤年决心练刀之前 看了那么多上乘秘籍 就用眼睛看出一个高手来了 若练武是这样一件轻松的美事呢 皇宫大内那高手还不得是多如牛毛了 不愿意和老剑神同乘一车的 于又威进了车厢 他恰巧看到徐凤年 意气于手心 以温热双掌掩耳 手指并拢贴在枕部 食指叠于中指上 食指着力下滑 弹机枕部发出鼓鸣之声 这于又威好奇的记下了 弹机的次数 是二十四次 本来打算进行完这皇庭的明天古后 去扣齿三十六的徐凤年睁开眼睛 略微不悦的望向于又威 这后者委屈的说 你不让我骑马 我只好上来 徐凤年想到啊 他不愿意跟那老头相处 便不多说 重新闭目凝神 扣齿燕金静心 将大美人于又威 晾在一边不理不睬 习惯了冷落的于又威 倒是无所谓 他兴致勃勃的观察着徐凤年的呼吸吐纳 看得久了 嗯 他还看出一些名头 眉心 由身红转入担子的徐凤年 口吐气 鼻息气 只见他 那气有意 吐气有六 于又威 听不到每次气息出入有声响 却可以看到他身体四周 仿佛有游风袭袭 于又威甚至可以感到 一股清凉 侵入自己的肌肤 甚是神奇啊 这徐凤年呢 足足静坐了一个时辰 才睁眼握刀 秀东春雷 微颤不止 看到于又威瞪的眼睛 这徐凤年笑着说 别看了 如果不是由你打扰啊 我能跟那老道高僧一般 我打坐入定一整天啊 于又威柔声说 那我去骑马 不耽误世子殿下练功 徐凤年哑然失笑 摇摇头说 不是你别骑了 啊 再骑马 小心你的屁股蛋啊 再不能如羊指美玉 于又威愤然起身 弯腰准备去骑马 最好啊 把这屁股蛋 骑没了 才罢休 这徐凤年 他不紧不慢的笑 别急着下车 我独自吐纳也无趣 不妨啊 我跟你说点 这汽海导引的诀窍 你若无事呢 反正你也嫌的无聊 你可以学一学 长生不朽 那是骗人的 但是延年益寿肯定不假 武当山这门吐纳心法 别看着口诀朴素 其实大有妙处 是那大皇庭修行的根基 融合了古代方式的 修昆仑法 五一六法 武当玉柱的 去病炎年十六句 以及啊 年轻师叔组 红喜相瞎琢磨出来的 黄庭莲花真经导引书 魏爷爷手中有一本 与古书同名 却不同道的参同记 魏爷爷身为九斗米老真人 也说此书一出龙虎服输 来 我先教你一段口诀 好让你啊 避免风寒邪气 侵入胸口 要知道啊 这五脏六腑之中 心是君主之官 费乃相辅之官 可见胸是何等重要 当然了 这口诀呢 还要配合着食指揉捏 你若顾不过来呀 我可以帮你 这俞有微啊 一开始听得入神 可等到才说几句正经言语的 徐凤年露出狐狸尾巴 便有些无奈 但终究 没有掀开帘子下车 坐在角落 岔开话题轻声问道 为什么不带上雀儿和小山楂 你忍心他们跟老梦头一样 做山贼草寇吗 徐凤年反问一句 不好吗 于有微恼怒道 徐凤年 你是谁 你是北梁王的敌长子 是大祝国最宠溺的儿子 你明明可以给两个孩子 一份锦绣前程 这种举手之劳 对你而言很难吗 你连孩子们眼中的青阳宫神仙都敢杀 为何临到头来却如此吝啬 徐凤年按刀而坐 手指轻弹 叠于上边的袖东刀鞘 他不动声色 像是觉得于有微不可理喻 连解释辩驳都懒的 于有微战红了脸 眼神悲凉 这徐凤年呢 还是反问了一句 你认为这两个孩子被我带下山了 比这商谷豪富人家的子女 更加衣食无忧 那就是幸运 不做那终日担心米颜 起码可以性命无忧的毛贼 他去做什么呀 整天跟我一样养鹰逗狗 或者说做点小本买卖 再被北梁王府的仇家盯上 不知道哪天暴毙 于有微啊 知道你们这些士族出身的家伙 我最讨厌什么吗 正是你们自以为是的 忧国忧民的 都会带着一股子书生义气 看似一往无钱问心无愧 你可曾问过平民百姓啊 他们到底需要什么 那场春秋国战 是徐霄挑起的硝烟吗 上阴学宫保读师叔的纵横家 个个觉得心系天下 要匡复王道正统 以一国做棋子 到头来却死了数百万人 假是百万 百姓更是数倍 他上阴学宫死了几个 即便你听说了一些书生 忠臣 什么头胡跳牙 以死明智 史书上却留下 他们的名字千古留发 可如老梦头 这些微不足道的百姓 谁会记得他们的死怀啊 你那位身为上阴学宫 击下学士的父亲 悲愤做亡国哀师 说那大皇城上树翔起 举国无一是男儿 要我说什么春秋哀师榜首 根本就是一堆屁话 什么都是假的 各国皇族死绝了 那是应该 可那些听不到的百姓哭嚎 那台娘的才是真正的哀师 你当年与父亲一同被逃难的刘明给裹挟 想必是听着了吧 可曾记得呀 我二姐做北梁歌 哪里是在夸徐霄英勇善战呢 贫寒北梁 参赐百万户 几人铁衣裹枯骨 这是夸吗 这是在骂徐霄啊 试问帝王将相几剖土 这可是在学你父亲这帮子 文人世子在歌功颂德呀 语有威 你知道我为何不杀你吗 我便是要你好好睁大眼睛看看 不光要带你去看江湖 什么才是真正的活着 以后还要带你去北梁边境 去看铁甲 去听铁提 让你知道什么才是战争 徐凤年顿了顿 他平静的说 当然哪 不杀你 还是想欺负你 余有威 莫不作声 徐凤年继续吐纳 这门武当清囊相授的心法 异于古人的导演 经过魏书阳考证后 有诸多修改 改一般吐纳的心 忽为喝 甘喝为虚 改匹息为呼 并且呀 增胆为息 隐气时默念大有匹 寻常练武者练全时 大声呼喝 那并非是简单的以生壮士 而是配合内功心法的契机导引 在瞬间爆发出来 只是大多呀 不得要领 做不到啊 云系绵长 且缓行圆活 一呼一息 契合天道 当初徐凤年与白发老魁呀 一起上武当 骑牛的在山顶刚风吹拂中 一摇一摆指示不倒 年轻师叔祖的模样 看似滑稽可笑 摇坠之间 其实是妙不可言 武当以外都不曾信呢 这个捧黄亭的年轻道士 可以为玄武扛顶 徐凤年 却是逐渐相信 骑牛的说不定 真是骑玄珍那种 百年一遇的 道门仙人 只不过 再仙人 不下山 那都是白搭呀 龙虎山这几十年的香火兴旺 还是靠那位 为皇帝严命的天师 而不是法力通玄的 齐玄珍呢 中午在朝阳封山脚 吃了顿野味 于又微并没下车 徐凤年不奢望 这只西厨小猫 能被一番话给驯服了 国仇家恨 累加在一起 本就到不同 不相为谋的两人 哪会是徐凤年 三言两语就可能化解呀 何况他也不想 于又微去做 逆来顺受的士气 没了野性灵气 那就不好玩了 徐凤年刚要去 江泥所在的车厢听书 却听到 头顶山林中传来 一阵炸雷嚎叫 似是呢 蛮慌的野兽 临死的吼叫 震得众人一阵头皮发骂 徐凤年对 吕阳叔三人吩咐道 吕前堂 杨清风 你们呢 快随我去上山 书修啊 你去喊上宁额眉 记得跟上我们 这头在青城山 做亡两三百年的 一兽可不好对付 言霸 徐凤年掠入山林 身形矫健如山兔 每次脚尖轻轻着地 不见任何发力 便可掠出数丈距离 身后的吕前堂 杨清风 面面相去 心生震惊啊 这可不是普通武夫 便能做出的壮举 当书修和大己宁额眉 见到世子殿下的时候 却看到诡异的一幕 这一片山林古墓 悉数折断 鲜血满地 世子殿下脚下呢 是一头不曾见过的 巨大野兽 这野兽 一身的锋芒甲刺 已经是死了 肤色呢 由红转黑 腹部被抛开 而一身血迹的 世子殿下 正低头望着怀中 那两只 才刚刚投胎 睁眼的右兽 他一手捧着一头 笑眯眯的说 你们哪 一个叫金刚 一个叫菩萨 怎么回事啊 原来这徐凤年呢 当时火急火燎的 赶到这成年的 雌魁葬身处 却看到啊 这头青城山异兽 奄奄一息的 凄惨场景 雌魁加上尾巴 长达两张 重量估计 至少也得有个五百斤 这头在山林之中 无敌的庞然大物的身躯 竟然是满身的伤痕 地上皆是折断的林甲 六族似被利器 消去了两族 可以得知 先前一场大战 是何等的惨烈 徐凤年只见 他身受致命重创 却并不明目 一时不见 杨清风 那可是玉兽的行家呀 不顾规则的 冲刺上前 在虎魁身前蹲下 双手在一手腹部扶摸 徐凤年这才注意到 这头将死的虎魁的腹部 鼓动着 杨清风啊 一脸震惊的解释说 腹中有幼兽即将诞生 破斧以后 是死是活 得看天命 徐凤年二话不说 便将短刀春雷 交给杨清风 令其以春雷刀锋 竭力的划开 坚硬如铁的巨兽的肚皮 那头只剩下几夕的生命的 雌魁啊 却仍然艰辛的扭头 望向腹部 似乎想要亲眼看着 幼儿出世才肯合眼 杨清风从鲜血窟窿里边 接连落出了两头小兽 一雌一雄 先雌后雄 那便是姐弟了 徐凤年蹲在地上 接过两只小巧玲珑的 腥红幼崽 挪了挪 抱到了异兽的眼前 似乎要让他亲眼见到幼儿活着 那头气息渐弱的成年母魁 终于缓缓的闭眼 一头汗水 双手还沾着母魁鲜血的杨清风 他无比兴奋的说 他们睁眼初见是谁 便会认谁做父母 即会捎纵即逝 殿下切莫马虎 何时睁眼 小的也不敢断言 恳请殿下 等他们出思张目之后再松手 这等千载难逢的天道机缘 实在是万金难买 小的若没猜错 易兽名虎魁 一般都是居于地底皇权的 雄魁 每隔五百年破土而出 与母魁交贺而生 实在虎魁虽有雌雄 却往往无法生育 御水不逆如龙 入山则称王称霸 独活五百年变死 可这头虎魁 奇怪 狮子殿下得知天命啊 那对虎魁幼崽开始挣扎着扭打 带出母妇的一身鳞甲 划伤了徐凤年的双手 这杨清风一旁神情紧张 提醒这是幼崽睁眼的征兆 可重要关头 徐凤年却捧着一对才出生 便要孤苦伶仃的幼崽 坐在地上 将姐弟幼崽的脑袋对向了母魁 幼小崽第一眼看到了倒在血泊中的母魁 十分呆滞 徐凤年的双手满是伤口 这血就不可避免的涂抹在他们身上 这姐弟幼崽呢 他就转身抬头 痴痴的望着徐凤年 约门是那头母魁啊 违逆了天命 遭了天前 以身毙命不说 这两头幼崽也并非赵玉台所说的带有一根魁脚 这徐凤年与他们对视轻声笑着说 哎小家伙啊 第一眼看着的那是你们的娘亲 可别忘了 至于我 我可不是你们的爹 你可千千真万确可别认错了 我可不骗你们 手中赤霞大剑处地的吕前堂 听了世子殿下一本正经的言语 他忍住笑意 这位世子殿下呀 总是诚服阴沉 可的确有些时候还是让人讨厌不起来 杨清风则是十分懊恼 幼年一兽睁眼初见仅是死亡的母魁 而非世子殿下 这等让一兽顺从的罕见天命 比各个王朝什么太祖黄袍加身的只差一线呢 世子殿下就这么白白送出去了 只不过当心如刀绞的杨清风 看到右崽伸舌头舔了舔徐凤年 掌心的鲜血 然后两颗小脑袋 心有灵机的 奇奇的依偎摩擦着世子殿下的手臂 杨清风这才如是重负 心情啊略微好受一点 徐凤年站起身来 给他们一个取名叫菩萨 一个取名叫金刚 便是书修和宁额眉 凑巧撞见的那一幕 雪中汉刀行第五十九回 话说着徐凤年手中的虎盔幼崽 开始扭动着身躯 心情惬意的杨清风笑着说 虎盔幼崽比马鞠要强壮无数 这会儿大帝可以行走了 殿下可以替他们寻找一处水源 清洗一阵 古书上说幼年虎盔要御水才灵 殿下方才越过那条小溪便不错 水浅不至于他们浅水溜走 若是换成江河或者深潭 就有些棘手了 徐凤年点了点头说道 于前堂啊 你和宁将军呢 一起埋葬了这头木柜 杨清风震惊道 殿下虎盔临甲 如果做成甲咒 刀枪不入水火不清 比之前那福建红甲半点不差 徐凤年眯着眼睛 斜撇了一下忠心耿耿的杨清风 他没说话 杨清风呢 则浸若寒蝉 不再敢多说一个字 徐凤年捧着他们略至西畔 将他们呢 放到了水中 两头幼崽 没入清澈的溪水 在水底如履平地 花无数 两头幼崽啊 离得西畔稍远了 那只体型稍小的姐姐菩萨 似乎啊 瞧不见徐凤年 他张开嘴 咬了一下弟弟 两头幼崽便浮出水面 四足滑动 朝坐在岸边的徐凤年冲过去 最后他们几乎是踏步而行 跃入世子殿下怀住 这对幼年虎葵 蛮劲可怕 这徐凤年差点 后阳倒地 胸口是一阵的酸痛 他也不在乎这对幼崽啊 天生就披刺甲 伸手摸了摸 与他关系亲密的两个淘气的家伙 笑脸灿烂 大吉宁峨眉 不明就里 只觉得这对幼兽 长得奇特 不似凡物 这书修小声询问身边的杨静峰 姓杨的 这对幼崽叫什么 杨清风无动于衷 跟木头一般处在那 书修妩媚撇嘴地说 笑气 杨清风只是妄想 坐在西畔 陪着幼葵戏耍的 世子殿下的背影 想不明白 为何白白浪费了 全身上下都是宝贝的 母葵尸体啊 书修则下意识地 呢喃着说 这个世子殿下 总觉得他对一些 不起耳的人和物 要更加友善 对我们几个 甚至不如他的坐骑 听进耳朵的杨清风冷笑着说 那只是对你而言吧 书修想起了世子殿下 喊自己书大娘 还有啊 在破旧道观和青阳宫里 这世子殿下口口声声 说要把自己送出去 恼火的要杀人 只是心中激愤 脸上却娇媚如花 他笑里藏刀地说 也不知道是谁 刚才被世子殿下 一个眼神吓得 三条腿都发软 杨清风双手雪白 食指交叉在胸口 这书修计笑着说 杨清风啊 你有本事动手 姐姐保证不还手 任你在各 杨清风有怒气 却不动手 只是语调平淡地说 姐姐 难怪世子殿下 要称呼你书大娘 书大娘都这个岁数了 杨清风可没兴趣再歌 相比眼光挑剔的 世子殿下 更是如此 书修生气时 总是能让人 没见到怒容之前 则先见到 胸脯微颤的风景 这右魁啊 已经能亮清着行走 虽然呢 围绕着徐凤 您奔跑过快的时候 还会跌倒 但哪怕摔得是尘土飞扬 依旧安然无恙 摇晃着起身 照旧活泼好度 这徐凤年见到 宁额眉和吕前堂走过来 便站起身 带着跟在他屁股后头 玩耍打闹的 姐弟右魁呢 走回了车队 坐在青鸟身边的江泥 看到这对 活泼乱跳的小家伙 他愣了愣 老剑神听闻 右魁喧闹之声 他掀开帘子 看了一眼 他诧异地说 灵气之上 可以并肩 当年齐玄珍坐下 听他讲经说法 十几年的黑虎了 这徐凤年 提着右魁脖子 钻入车厢 没看着余有威 也跑去江泥 老里头那边生闷气去了 徐凤年摘下了 袖洞春雷双刀 盘膝坐下 两头右魁 用小脑袋拱他的小腿 这徐凤年拍了两下 等他们纳闷着抬头 徐凤年呢 分别指了指两个小家伙 笑着说 你叫菩萨 是姐姐 你叫金刚 是弟弟 我再说明一下啊 我叫徐凤年 不是你们的爹 好了 我要休息 大黄庭 你们可别捣乱 否则呀 我把你们吊起来打 说了也奇怪 本来不停闹腾的右魁 在徐凤年坐定修行之后 便安静下来 蜷缩在徐凤年脚下 纹丝不动 晚出生一步 便只能做弟弟的 这 熊虎魁 若是动弹一下 便被体型七十 输给他的姐姐 咬上一口 他也不敢还嘴 休息 忌讳分心 可不知为何 徐凤年想着 这对姐弟右魁 以至于嘴角翘起 并不可以专心一掷吐 他体积内的气机流转 确实比往常 还要流畅了 这徐凤年呢 没来由的就想起了 在山上啊 这瀑布之后 那轻牛的一番话 说太上妄情 非是无情 妄情是寂静不动情 好似一妄 若是寂起 便是至情 正所谓 言者所以在意 得意而妄意言 道可道 非常道 偶尔知道 欲言又止 才算知道 徐凤年睁开眼睛 他笑骂着说 什么悬空大道 总喜欢说的 魔棱良可莫名其妙 气牛的 你若真的是真武大帝 将士 有本事就下武当上龙虎 这个要是太为难你了 那就给我滚去江南了 徐凤年收敛了笑意 喃喃自语 欠一个女人 比成为那肩康两道的天下第一 都要难吗 两大祖庭南北相望 六百年前龙虎大兴 武当山几乎 香火是凋敝殆尽 大半倒是逃下山 三百年前呢 武当反过来力压龙虎 龙虎低头低到不能再低 如今百年 王朝一再抬高龙虎 武当一代不如一代 连王重楼在内的历任长教 都不曾一次进京念兽 下一百年呢 少有人真的认为 玄武当兴五百年 这场暗斗 斗了整整千年的南北之争 是骑牛的 以他自己都不知道 是个啥东西的天道胜出 还是那个号称龙虎山 悟性第一 武道精进第一 以至于此生 有修为并肩齐玄珍的 齐姓小天师啊 徐凤年实在是不明白 洪喜相得道 比较斗赢了那四大天 石压顶代代英才辈出的龙虎山 难道不是下山下江南 更容易一些吗 徐凤年低头苦涩着说 你这可知不可说的道 我这辈子算是不会知道了 你不说你不做 我大姐怎么知道啊 光躲在武当山上骑牛 吃到你大爷呀 武当山长教王重楼 先是于小莲花凤 随着这个消息从北梁向东西南蔓延开去 天下道门轰动 不是说一指断苍蓝吗 不是说才修成了大黄庭吗 怎么说登仙就登仙了 要知道此登仙非龙虎山的正道登仙 而是死了 与凡夫俗子一般病死劳死 武当山对此更是没有丝毫的遮掩 与此同时 世人得知王重楼逝世之后 掌教武当山的并非山上 德高望重仅次于王重楼的陈瑶 不是最年长的丹顶大家宋之命 也不是那剑术超群的哑巴王小平 而是不到三十岁的武当年轻师叔祖洪喜相 洪喜相是谁啊 连许多北梁乡客都不知姓名 耳朵灵敏的 最多只知这位啊 被王长教器重的小师弟没什么野心 只是做些个骑牛散心 著书精益 著炉炼丹的琐碎事情 偶尔有世子文好登山做父 达官显贵上山烧香 都见不着这个年轻道士的身影 小莲花封上龟驼碑 一位在这座封上长大的青年俊雅道士 换了一身装束 云履白袜 以一根尾端刻有太极图案的紫檀木道基 别起了发迹 身上宽敞长袖的道袍 异常崭新尊贵 有两条剑形长袋 逢于道袍扭扣部位 明莲花会剑 这是武当特有的装饰 六百年前大真人吕洞玄 齐鹤尚武当 以先进大道 创武当两束道袍会剑 寓意断烦恼斩尘根 对武当而言 在剑道天道 据是天下第一的吕祖师爷 语话飞声之后 便一代不如一代 尤其是近百年 再无微微阻停气象 年轻道士 他轻轻的跃上了龟驼碑 望向被云雾缭绕的上山神道阶梯 小时候上山 那时候他面黄肌瘦 脚力盈弱 武当漫天鹅毛大雪 时机堆满了厚厚鸡血 道士们根本来不及扫雪 于是他便被年迈师傅背着 据说大师兄 在玄武当心那块牌缝下等了一天一夜 上山的时候 他偷望了几眼大师兄 每次大师兄啊 都会笑脸相迎 像富裕街缝家里的一座刚好暖和 却不烫手的火炉 他清晰的记得 那会儿大师兄才只是两鬓双白 等他长大便悄然 与师傅一般是满头的银霜呢 大师兄却不像是个武当的长教 劈柴烧火 烟菜做饭 盖房子扫雪 样样去做 他的好脾气呢 都是从大师兄那儿学来的 所以大师兄说 他是武当未来百年的希望 他虽然胆小怕事 可终究没有逃避 与二师兄陈瑶 习道德戒律 与三师兄送之命 请教丹鼎学说 与四师兄一同研究 玉著心法 看武师兄练剑 至于天道是何物 师兄们好手穷精 都没得出个所以然 所以啊 他不急 一直觉着 只要在山上待着 总有一天会悟透 十四岁时骑牛 他遇见了一袭红衣 念念不忘 耽误了功课 大师兄并未责骂 后来再见他时 他说要去江南 再不相见了 他壮了胆子 跟大师兄说要下山 大师兄问他 还回不回来了 他没说 他从不撒谎 可大师兄依然不生气 只是说 小师弟等会儿 等大师兄啊 修成了大黄亭 你便下山去好了 当年师父要你做天下第一 才准下山 是骗你的 这么大年纪的小伙子了 总待在山上 跟一帮遭老头私混 的确不像话 后来他便纳着性子 等到大师兄修成大黄亭 只是出关时 他自己却退缩了 次次走到玄武当心的牌坊 抬头望着 吕洞玄以剑写救的四个大字 他默默的转身上山 最后大师兄舍了一身大黄亭 自知将死 在小莲花封山崖边上揉着他的脑袋 笑着说 长教有二师弟你来做好了 你下山去 不下 大师兄我就替你下去 玄武当心什么的 顺其自然便好 哪有让你扛这个担子的破道理 大师兄临死前才明白一个道理 天高不算高 人心比天高 道大不算大 人情比道大 我被修道 无非修心 二师兄陈瑶不知何时来到封顶 他轻声笑道 长教 以后再看禁书 就正大光明一些 站在龟驼碑上的新任武当长教回头 他蹲下身 苦着脸问 二师兄 大师兄 本意是让你做长教的 你恼不恼我 老道是陈瑶哈哈大笑 让我来做武当长教 亏大师兄想得出来呀 明摆着打架打不过龙虎山四位天师 吵架更是吵不过那个白莲先生 这不给武当山丢脸吗 别说我 你去问问宋之命于兴锐 谁乐意做长教 若是跟武师弟说这个 看你那小王师兄不拿剑劈你 蹲在石碑上的小师弟揉了揉脸颊 他叹气的说 二师兄 打架吵架 那我好像也不太在行 一向不苟言笑的陈瑶开怀打句道 师父当年说过 我们五个加起来都不顶你一个 再说了 我们武当他也没想着要跟人打闹啊 一朝国师也好 羽衣倾向也罢 武当自立祖庭以来便对这个不感兴趣 千年来龙虎山削尖了脑袋要去京城 咱们可是次次拒绝入京 祖师爷吕洞玄早就把话说明白了 天地间俗气阴气最重地都是皇宫 去不得去不得 虽说如今山上香火可怜 可总饿不死谁啊 山清水秀人人相亲 那些个小道童见着你这位师叔祖 有些甚至喊你太师叔祖 可他们何时是在怕你啊 只是敬你而已 谁不乐意帮着你放牛 这要搁在龙虎山可见不着 那边的天师府那就是天师府 龙虎山则是龙虎山精畏分明 不如我们武当山和气 大师兄私下说 山下的道理是和气生财 山上吧 和气生道 我觉得大师兄修为高是高 可道理打小便总是说不过我 但这一句话 我觉得在理 年轻长教他担心的说 不知道下山游历的小王师兄的剑道如何了 可别真去了吴家剑种 或者龙虎山打打杀杀 小王师兄的剑 过于不求剑招而求神意了 陈瑶宽慰着说 吴师弟见到天父造诣 那句是山上第一 旧人比不得大师兄 伤敌却要比大师兄还厉害啊 连行前你又给了他残铜器 相信吴师弟只要肯花点心思 游到转树定会大油皮 再不一杯呢 武当山小辈倒是称作师叔祖的红喜相 他尴尬着说 我那本参铜器是瞎写出来的 就在这一刻山中木骨敲起 尘埃灵溪般的散去 大小莲花风风景尽收眼底 红喜相站起身 遥望而去 他愣愣的出神 陈瑶微笑着说 喊你掌教又何妨啊 喊你便不是我们的小师弟了 大师兄去世又何妨 武当山便要塌了 玄武当兴五百年 兴不兴起又何妨 你便不是那红喜相 师父当年带你上身 自然存了由你担起兴盛武当的念头 可更多的 只是希望你能逍遥自在 大师兄更是如此 小师弟 这些年你到齐青牛 牛角挂书 神仙一般无忧无虑 我们这帮老家伙看着羡慕啊 一日一挂 次次愁眉苦脸 我们偷偷看着也欢喜 因此下山不下山 我们都不在乎 陈瑶的规矩 宋之命的丹顶 于兴锐的玉柱 王小平的建议 还有大师兄 习武更修道 过了玄武当兴牌坊 山上人人相亲 这便是红喜相的家 齐牛的看书读书 炼丹只是解乏 八步感禅只为那一张蜘蛛网 山巅随刚风而动 只是想看清山外的风光 与黄鹤喂食说话 只是觉得好玩 这就是他的道 我不求道 道自然而来 武当历史上最年轻的长教 没有言语 只是长呼出一口气 踏出一步 这一步远达十掌 直接踏出了龟驼碑 踏出了小莲花风 武当七十二风朝大顶 七十二风云雾翻滚 一起涌向小莲花 红喜相踩在一只黄鹤背上 扶摇上了青天 陈瑶抬头望着空中的异象 他喃喃道 师父 大师兄 你们真应该睁眼看看 小师弟一步入天象了 雪中汉刀行 第六十回 出青城山 徐凤年雇佣了四条大船 顺燕子江而下 这滩水是极为的湍急 两岸高山对峙 悬崖峭壁 水面最窄处不过五十丈 凶险呢 仅次于那相传有道教圣人到其轻游而过的魁门关 这一段水路 峡中有峡 大峡套小峡 滩中有滩 大滩吞小滩 徐凤年一身白袍站于船头 对一旁抱着五妹娘的鱼又微笑道 我们方才经过的是书滩和剑滩 是武当祖师爷吕洞悬藏天书与古剑的地方 别以为那就是险军 接下来的空洞侠才是险地 我们的四艘大船呢 已是极致 再大点 别管是多熟悉水士的船夫 都会触礁帆船 当年我和老黄吓得半死 我还晕船 吐了老黄一声 所以这边渔民都说 书滩溅滩不算滩 空洞才是鬼门关 等一下啊 这船身摇晃的厉害 你就啊 别站在这了 于又微望着前方景象 他有些脸色发白 刚想转身 却瞪大眼睛 只见叶扁舟 似乎在逆流而行 直冲围守那艘有 大脊宁峨眉坐镇的大船 一位青山文士模样的年轻男子 手持竹竿 青山青年 双手持竿插入水面 脚下小舟 号端翘起 与此同时 插入大船底下的竹竿 被这名俊雅男子挑起 一根乌青的竹竿 弯曲出一条半月的弧度 那一端 小舟屹立不倒 这一端 大船竟然被竹竿给掀翻成底朝天 这位青山客室龙王老爷不成吗 其余三艘船上的船夫吓得都魂飞魄散了 江上一杆 惊天地气鬼神 那青山男子脚下小舟 重新砸回水面 顺流之下飘然而逝 徐凤年他瞪大眼睛 自言自语道 这技术活也忒霸道了 青山龙王一干蓝江 使得传扬马翻人落水 一时间江面是喧闹非凡 许多凤子营士兵不按水性 加上礁石突兀 几个臣服就要逆水而亡 宁鹅梅一手提齐名假释 另一手竟然卷起了他的坐骑 那头通体乌黑的高头骏马 被这位耍大己的武将 硬生生拖到船板上 救了人马 宁鹅梅立即跃入水中 他的谱子铁起是一负一物 便是溺死都要捞出来 当时这青山青年福州而至 以竹竿掀起波澜 只因他当时手中没有大己 否则那名古怪刺客 也不会轻易得逞 徐凤年在宁鹅梅破水而出时 便抽出了袖都 劈开大船栏杆 坐十数节纷纷的踢入燕子江水 身形飘然而下 踩着一节木栏 弯腰抓起了一名北梁甲士 丢回大船 与此同时啊 吕阳书三人以及青鸟都 飞红踏雪一般的刺入江水 各自救人救马 剩余三船的船夫伙计 只看到江面上一个个身影是 蜻蜓点水 看的是目瞪口呆 船夫们本以为 这帮渡江武族只是惊悍 不成想竟然还隐藏众多的神仙高手啊 尤其是那位身穿白带浴袍的英俊公子哥 腰胯双刀 却不是做花唆样子 若说呢 成一夜边周 飘然而至 潇洒而去的青山客 是化为人形的燕子江龙王爷 那这位公子哥 就是一条过江白龙了 说不尽的飘渺风采 徐凤年四五个来回 土一纳六 气息绵长 并不疲倦 脚踏被他袖东砍断的一节栏杆 妄想即将到来的空洞鬼门关 他有些头疼 落江人马已经被救得十之八九 只是仍有两人 就要撞上鬼门关的礁石 来不及出手相救 行传操舟 速来不计风涛而为礁石 两匹北梁战马撞上暗礁 怦然作响 砸出一滩血迹 瞬间是卷荡一空 徐凤年脚尖一点 拦个飘向一座礁石 再掠出 只是一人即将撞上礁石 这徐凤年回头一望 船头宁额梅刚救回一名袍泽 手持大脊是满眼的忧愁 徐凤年灵光乍现 大声喝道 宁额梅 丢出大脊 助我一臂 这宁额梅右脚后撤一步 怒吓一声 制出那重大八十斤的大铁脊 直刺最前方即将触礁的一名兵士 徐凤年伸手攥住大脊 趁势而飞 于千金一发之际 接连抓起水中那名 凤子营青旗 大脊轰然定入礁石 徐凤年将手中青旗放在礁石上 一掠再掠 终于最后救下了一名 溺水青旗 一同坐在出水的礁石上 这江水轰鸣建设 徐凤年一身滑贵 一斤湿透 眉心红枣印记 熠熠盛灰 那名死里逃生的凤子营青旗 拼命的咳嗽着 抬头望着面无表情的 世子殿下有些茫然 被这位在北梁传言草菅人命的 世子殿下给救了命了吗 大船飘下 宁额眉依次拔出礁石的大脊 拉上了北梁袍泽 徐凤年扶着失魂落魄的 青旗假释跃上船头 凤子营正位圆猛 神情复杂 不仅是他呀 许多青旗都是呆若木鸡 徐凤年不理会他们 只是吩咐道 宁将军呢 清点人马数目 谁施了战马 祭罪在身 以后将功补过 宁额眉抱拳沉声道 遵命 连袁猛都不由自主的低头诺声道 末将听令 失陆路的徐凤年 入了船舱屋内 青鸟服侍他换上一身衣衫 徐凤年皱眉道 索性这书箭摊还好 大多是鸣角 若是再到了下边鬼门关 枯水时暗礁如石林 这航道更是狭窄 恐怕要坠水几人 便要伤亡几人 那青山男子何方陈上 一干便能掀翻大船 已经不是这碧力如虎 可以形容啊 这巧劲可更是吓人 分明是暗藏了上城的剑术 姑姑在青城山上 给了我一本专门讲述 如何破解吴家枯剑的剑法心得 我瞅着那手持竹竿的家伙 这一事 有点像吴家剑种里的挑衫 难不成是这一带的剑冠 吴六鼎 青鸟一手握发 一手持象牙书 细心梳理着徐凤年的头发 他柔声的说 且不说那人是不是吴六鼎 公子救人的手法 很是赏心悦目 船上连同宁鹅梅 袁猛 方才都在为公子大声的贺彩 尤其是那一趟握起而飞 连奴婢都要赞叹 徐凤年低头看了看通红的手心 自嘲道 比起那一杆先传 我的道行差远了 除非老剑神李春刚肯出手 否则呀 谁都拦不下 那可能是吴六鼎那家伙 我也只能眼睁睁的看他乘舟而去 恼火呀 不过说实话呀 这一招不管是不是剑种的挑衫 因为有姑姑四十年 其剑心得感悟欲诸在前 再加上武当山骑牛的传授了一套拳法 里头有一句 山中随他中 我以一两薄万斤的口角 我刚才看着都有些触类旁通 所以这倒是好事 不过我也得抓点紧呢 抓紧时间 让吕前堂陪我练刀了 经此一劫呀 这空洞侠更显得奇风突兀 怪事临巡 江面侠小时迂回曲折 气势争容 仅剩三船身处其中 一次次与礁石擦身而过 是惊心动魄 徐凤年重新站到船头 两头右魁就在他脚边追赶玩耍 杨皮球老头不知何时 来到徐凤年的山后嬉笑着 小子 拿捏人心有些火猴啊 若非老夫知道 那青山剑是不是你的人 说不定 要怀疑这是你刻意安美的了 徐凤年没好气的说 我可没那么大的手笔 徐凤年追问道 他果然用剑吗 老一辈剑神点点头 用不用剑 老夫其会不知 吴家剑种出来的 身上有一股子枯剑独有的 玉腐味道 只不过这名年轻剑士啊 走了条吴家剑种 不乐意走的剑道 将来成就 要比以前几代剑魁更高 前提是 他得过了冬月剑池和邓太阿那两关 过去了 就由指悬入天象不难 过不去 枯剑 就是真的枯剑了 那一招挑衫如何呀 别吓着了 要不老夫叫你一手倒海 你那两柄刀夸着累不累呀 借老夫一把如何 借了 老夫立马让你见识见识 一箭大江逆流的景象 徐凤年一旁冷笑道 休想 这老头掏了掏而始 撇着嘴说 这般胆小 如何能成大事啊 徐凤年自顾自的说 五六鼎这一干 这涂什么呀 他也这是 李纯刚不耐烦的说 你小子是笨还是喘的 行走江湖 不就涂个正名头啊 要不然王先知会自成天下第二 邓太阿会拎着桃花枝 作妖作怪的 有了名头 再与人对战 便名正言顺了 否则谁愿意搭理一个无名小卒 老夫年轻的时候 不管对上谁 都来一通是砍瓜切菜 不也是一气用事啊 就是要争口气 后来呀 年纪大了 才少了争强斗盛的心思 齐玄珍这老牛鼻子 那着实是可恶 因为与他论见说道 害得老夫心境大乱 不仅没能一脚踏入陆地神仙境界 连天象境都悬了 后来我被人断去了一臂 又镇压在厅朝廷下二十年 才因祸得福重返天象 小子 以后对老夫客气点 天象境的高人 数来数去 才十来个 一双手而已 徐凤年伸出手臂 由雪白的毛笋落在臂上 拿下了小竹筒 他抽出密信 一脸的愕然 李老头才说自己是 屈指可数的天象高手 那这会儿呢 便没什么风范的歪着头啊 在一旁偷看 这徐凤年倒不计较 李纯康他看着一愣 随即嘖嘖打 王重楼丢给你的大黄亭 那是损命的够当赔本的买卖 这个老夫早有预料 只是那叫洪喜相的新人长教 连金刚只悬两镜 那四重都瞧不上眼 一步便是天象了 小贼 你可别跟老夫打马虎眼 透个底儿 这事可信 徐凤年感慨的说 换做别人呢 打死不信 可是骑牛的 我 信 这李纯康望向江面 神清恍惚的说 这可不就是 齐玄真当年做的事吗 二十年修为寸步不尽 一物便天象 再十年 九十陆地神仙了 这徐凤年呢 把密信丢入江水 不管什么天象 什么陆地神仙 我练我的刀 老头 这揉着耳垂 他嘲讽的说 练刀 不说那位武当小长教 一步入天下 就说眼前五六顶 一杆挑衫 也是你能比的 还有心思练刀 你练个屁 就这样的修行速度 你这一辈子 就只能在这些个 天宗之才的屁股后 都吃灰 身为人徒与王妃的儿子 不嫌丢人的你 徐凤年平静的笑道 有什么丢人的呀 刀是自己的手中刀 就是一塌糊涂 我只要出力了 没什么好抱怨 徐霄何尝是顶尖的 武道高手啊 不也一样攒下了 这份家业 我二姐挠我炼刀 那是怕我走火入魔 怕我为了炼刀 连家都不要了 只是有些事情啊 不是只上谈兵 就能谈一下江山 上阴学宫 那就是最好的例子 口舌之快 只能是智者与智者的角力 一旦碰上了 匹肤满汉 还得靠拳头和刀剑 来说道理 天下有学问的人少 有大学问的人 那就更少了 老剑神笑眯眯的说 有些道理啊 老夫也不喜欢如是动嘴 当年齐玄珍 就是这个臭脾气 只不过呀 他是常理之外的怪腿 既能说理说的天花乱坠 也能斩妖除魔 做味道真人 若他没些个手段 谁乐意听他去讲的什么臭道理 对不对啊 脚背上趴着的两只跑累了 在打盹的顽劣小虎魁 这徐凤年弯腰蹲下 伸手扶摸着两头幼杂 这老剑神突然不说话了 徐凤年呢 站起身来 连带着幼魁都被惊醒 继续在船头欢快的蹦跳 他好奇的问道 老前辈啊 你当真能飞见 老头依旧是抬头望着悬崖 没有回声 空洞尽头 两臂悬崖 奇如刀销 相距不过十丈 行如门户 只许一船通行 那便是最后一道鬼门关 山崖上刻有 鬼哭雄关 四个大字 是武当山 成鹤飞升的大真人 吕洞玄 以仙剑刻处 说来有趣啊 吕洞玄并称单剑师三仙 诗词歌赋多有流传 莫宝却只留有八个字 除了鬼哭雄关 再有就是玄武当兴 皆是以剑作弊 除了鬼门关 事业豁然开朗 燕子江 蜀江 苍蓝江 三江汇流 这里曾是春秋三国战场 自古以来便是有无数英雄豪杰在此大动兵戈 江水游击变缓 江面游窄变宽 由阴间跌入阳间 恍如隔世 让人心旷神怡 徐凤年看到长年穿着一件熏臭羊皮球的李老头 出了鬼门关 依旧转头看崖壁上的鬼哭雄关四个字 有些暗然 这位江湖上的老一辈剑神 不抠脚丫子挖皮孔 偷耳屎的时候 才让徐凤年清晰记得他是李春刚 尤其是此刻驻足凝神的模样 哪怕佩剑被折手臂被断 也依然是曾经独占剑道凹头的仙人 只听得老头喃喃道 老夫年轻时做过许多荒唐事 十六岁入金刚 十九岁入芷玄 二十四岁便达天象 被誉为五百年一遇的剑仙大财 出入江湖 便在千万关朝人的注视下 才踏着广陵朝头过江 二十四岁去冬月剑池挑战梅花剑吴宗伟 对那位前辈羞辱之极 害其隐庆自尽 三十六岁时自称天下无敌 扬言四大宗师除我之外 都是古名钓鱼之辈 便是王秀 丰都的绿袍 与福将红甲三人联手 也是我一见的事情 后来 我没输给他们 却败给了后辈 王贤之 他离开了丰都 找到我 这个傻女人哪 故意让我一见洞穿胸膛 我自于天下敌手一见败之 天下女子一手勾之 到头来 才知道 什么叫心疼 作为心疼 便是你伤了别人 受伤的却是自己 为了救他 我去龙虎山 向齐玄真讨要续命金丹 只是还没到斩魔台 他便死了 他临终时 说他不要活 就是要死在我怀里 若是活了 便又成了末路 他不愿意 哪怕是那时候 我依然没胆量说出口 没了他 一件两件百件千万件 又如何 这鬼门关的 是我和他出狱的地方 那时候 我已能飞剑 可他 还只是个 为习无的笨丫头 后来 他如何成了风度绿袍 又是为何成了风度绿袍 我都不知 只知道 此生再不能相见了 荣辱种种 臣服事事 一周而下 过眼云烟 我喜欢姜丫头 便是心疼当年的那个他 上莲花鼎 下斩魔台 我从齐玄珍那得知 他是我仇人之女 既然不幸遇见了我 杀不了我 便想着 死于我手才好 最苦是相思 最远是阴阳啊